特批阿伯真的有這麼虛嗎 我們從兩個面向來觀察 一個就是年齡層 一個就是地區分析 好 現在來看到 這份民調在年齡層的部分 我們來看到 柯文哲還是非常驚人 你看20到29歲拿到7成1 幾乎快要全拿了 韓國瑜才拿到16%而已 30到39歲 柯文哲一樣拿到了6成的支持度 韓國瑜一樣是大叔 只有23% 那麼當然在49到60歲以上 韓國瑜是遙遙領先的 就在年齡層的部分 我們還是非常的吃驚 他居然在年輕人部分 柯文哲拿到了71%的高支持度 到現在為止還是這樣 那麼另外來看 從地區分析更有意思了 我們來看到在北北基的部分 第一名是誰 不是現任市長 台北市長柯文哲 是高雄市長韓國瑜 41%的支持度 那麼柯文哲輸給他 只拿到32% 那麼一直往南走 我們來直接跳到高屏棚好了 反過來了 我的天啊 好 反而這邊第一名冠軍寶座 是柯文哲 柯文哲拿到38%的支持度 高於現任高雄市長 韓國瑜的29% 我不知道這兩個區塊 各位來賓會怎麼解讀 我先請教萬安委員 你是年輕委員的角度來看到 柯P到現在為止 支持他的年輕人高達了7成1 柯P一直以來 他其實就是靠年輕族群 尤其30歲以下 大家 即便到現在還是 我想這就是他死中的這一塊 他能夠在不管網路聲量 或是在幾次民調 都可以維持到居高不下 就是靠30歲以下 就20到29歲這個年齡層 剛剛的一個民調分析 蔡英文總統 大概都維持到16% 不管是國民黨派朱立倫 還是派韓國瑜 所以基本上互有消長的 就是在柯文哲 跟萊茵的候選人之間 所以基本上柯文哲就是 吸到很多中間跟藍的票 我認為今天國民黨 不管是哪一位出來 事實上現在還沒有正式的 提名人出現 我認為剛剛那個民調 柯文哲 蔡英文跟朱立倫 柯文哲領先朱立倫 有一段距離 這個第一個除了跟昨天 媒體的民調差距滿大 因為昨天大概是柯朱 是很接近的 這個差到兩位數 我認為未來當國民黨 正式提名了候選人之後 那個聲勢會起來 不管是哪一位 當正式初選結果出來 定於一尊的時候 過去例子都是這樣 當一個政黨確定提名 那個聲勢會起來 反倒很有趣 蔡英文當時宣布 競選連任以後 基本上民黨內就是確定是他 但是他的民調還是沒有起來 當然我不確定這個 民調做的時間點 也許接下來下一週 這幾天會再做 可以觀察當蔡英文宣布競選 連任以後的民調會會起來 這個可以觀察 第二個就是柯文哲事實上 他現在制度很高 但是不是真的到大選的時候 能夠落實到這個選票 我認為是一個問號 因為大型的選舉 尤其總統選舉 是要靠組織 大家也知道 柯文哲目前是沒有阻擋 也現在看不到 他有任何的動作 神道爾剛剛談到就是說 最近發生一些事情 讓柯文哲感覺信心有受挫 所以他覺得柯文哲 可能出來選的機會不高 但我反而持相反看法 我覺得柯文哲 在這幾波民調裡面 持續居高不下 沒有道理不出來選 所以我的猜測 我覺得柯文哲出來選的機率 還是比較高 當然這中間可能會 讓他面對韓國瑜出來 他可能屈居第二 或者是他在媒體的版面 網路上的聲量 可能現在還比不過韓國瑜 但是我認為他還是非常像 即便他在安排一日雙塔 等等這些活動 或是網路聲量慢慢掉下來 但是他的心思 是在總統選舉上面 看得出來 接下來他安排 訪美的行程到以色列 還有他對於現在 幾波的談話炮打中央 甚至他對於國防 他都發表看法 我覺得他基本上 就是在為總統選舉準備 所以這個他出來選的機率 還是非常高 那麼關於TBS這一份 2020總統大選的民調 在年齡層還有地區的分析 來看韋翰 你覺得這樣的一個數字合理嗎 譬如說柯文哲在年輕年齡層的部分 拿到這麼高幾乎全拿 還有越往南走 發現也都幾乎是柯文哲的天下 反而是目前高雄市長 韓國瑜他不是在高雄 這個人氣旺道不行嗎 為什麼還輸給柯P 我覺得看民調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正好昨天蘋果日報 今天TVBS 我相信接下來還有更多的媒體 去做民調 我先跟觀眾朋友 做幾個基礎的說明 就是不管是蘋果跟TVBS民調 都說明了兩個大方向 就是如果柯文哲出來選總統 藍綠通殺 包含了賴清德 蔡英文 朱立倫 王清平 吳敦英跟馬英九也有在民調當中 但是他們是落後群 所以排不到前面的前三名 不是沒有做 是他們做了以後 排序上沒有列入 這個先跟觀眾朋友說明 通殺 這個時候把韓國瑜放進來的時候 韓國瑜唯一可贏柯文哲 蘋果也是TVBS也是 柯文哲在20到29 30到39 這兩個族群是壓倒性的生理 觀眾朋友可以去想一下 我試圖這樣解讀了 因為我們台灣總統直選1990年到現在 大概20年多一點 這20歲 從20歲有投票權到39歲 這20年當中的人 他們對於藍綠之間的競爭 可能比較不喜歡 所以柯文哲他本身無黨的情況之下 這個族群對於藍綠的兩黨候選人的 喜好度偏低 所以他們對於柯文哲 大家會覺得柯文哲值得被投票跟信任嗎 他可以盡得起檢驗嗎 這點似乎這個族群他們不在意 所以這個狀況基本上他的領先是非常明顯的 我的解讀是這樣 接下來40歲到60歲 這三個族群 韓國瑜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部分是蘋果日報跟TVS是一樣的 這一樣 等一下有不一樣 我再跟大家解釋 40歲以上的人通常就像我 我現在45歲 上有老 下有小 我要面對現實包含兩岸的問題 我要每天採米油鹽醬醋茶 我要繳房租 我要有面對家裡長輩 可能開始身體老化 要看醫生 小朋友學費等等 他面對現實的時候 韓國瑜現在所帶來的庶民經濟學 讓大家覺得說是很實際 而且可以改變生活 別再扯藍綠跟政治的 這些人就明顯支持韓國瑜 這是年齡層的部分 當然蔡英文跟民進黨 現在是完全在落後到看不到的地方 很甩 你看 除了60歲以上 有33以外 其他連15都不到 5 9 9 15 對不對 特別是年輕人 所以這也是民進黨 一個很大的警訊 我說一份民調三種擔憂 這一份民調 其實昨天跟今天各有一份 我跟講相同的部分是這樣 什麼樣擔憂 第一個擔憂的當然就是 民進黨跟蔡英文 你怎麼比你都比不過 今天如果把柯文哲跟韓國瑜都拿掉 光是朱立倫 王金平 比賴慶德 蔡英文 也是很打 贏20個百分點以上 不用太 藍綠直接PK好了 柯文哲後來想想 大老講的 他可能降低參選意願 一波出來 他沒有出來 我覺得韓國瑜出來的機率就不高 所以當韓科都不出來 國民黨 民進黨 全全倒露直接去比 民進黨現在是被狠甩 而且以2018年的投票 的實際票數來看的話 大概有200萬的差距 國民黨再重回執政的 可能性就非常高 你看年輕人 根本不喜歡民進黨 民進黨過去靠主要三大塊 一個是年輕人 對民進黨的熱情 另外就是高知識分子 律師 醫師 他們覺得說我們要挺民進黨 另外就是農漁工 基層我們在那邊務農 受薪階級 當勞工 我在那邊養魚 我在那邊賣菜的 但現在農漁工 觀眾朋友 農漁工被韓國瑜收割了 然後年輕跟高知識分子 還在柯文哲身上 所以民進黨定義給我們抬吧 三個他最強的 年輕人 高知識分子 跟農漁工這三塊 分別切走了 我只剩什麼 我只剩70歲以上 就說只剩一點點 所以民進黨再怎麼樣 他都是不想看到這樣的結果 可是民調已經做兩份出來 所以我說第一點 民進黨跟蔡總統一定不喜歡 第二個其實是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在過去這四年當中 選總統像是個馬拉松 過去你說他安排慢慢 從現在開始算 也要未來這一年 他以前過去這四年的過程當中 他在跑步的時候 他前面沒有人 我是領先群 我往後看一堆人在那邊追開 而且離我很遠 現在突然過了一個年以後 我前面多了一個人 韓國瑜在我前面了 網路聲量跟民調 現在民調出來 想說為什麼要做他民調 他不是市長 對 柯文哲也是市長 所以這種情況下 柯文哲也不高興 第三個不高興的人 應該就是國民黨裡面 這四個大佬跟A咖老 原本我是總統嫌 朱立倫 馬王朱武 我們這四個人 我們還在喬 初選都還沒有出來 就現在已經被媒體跟民調橫打 你們就算最後 觀眾朋友 就算最後韓國瑜沒有選 而柯文哲也沒跳出來 這四個人在民眾跟選民的解讀 就是二軍 我來這邊看明星球員 就現在已經第四節垃圾時間 給我派板凳全員上來 這樣子對他們四個人也不公平 但是已經變這樣 所以我說他們三個人 他們這三個族群 蔡英文民進黨一個族群 柯文哲還有國民黨 他們都不開心 好 再來看就是區域 區域是蘋果日報跟TVBS 最大差異的地方 因為在蘋果日報的區域方面 韓國瑜六大區全面領先 他都贏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先建立基礎 TVBS的民調 剛剛其實大佬有在講 他覺得TVBS的民調 他覺得應該可信度不小 在情況之下 大家去試圖解讀就是說 畢竟這個民調反映出來的就是 台北市的市民北北基 因為北北基不只台北市 北台灣的民眾 對於一個剛剛當選的 柯文哲要選這個事情 支持度沒有那麼高 而南台灣的民眾 對於剛剛當選的韓國瑜 要選中 因為他已經問你要不要選了 就是說今天台北市的市民 當我看到這個民調 我接到電話的時候 我會覺得韓國瑜要選 我覺得不錯 但是你講到柯文哲 他不是剛剛當市長嗎 我的市長 他現在要跑去選中 他可能支持度就不一樣 所以倒過來反而是 柯文哲在中南部稍微高 其實沒有差很遠 你看像台中中張頭3337 這也不算什麼了 3739有沒有 沒有差很多 但是真正的 韓國瑜的本命區高雄 他是2938 柯文哲比較高 然後在台北市 北北基的柯文哲本命區4132 大概你看 他們都差了大概10個百分之左右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剛剛講農漁工 年輕族群跟高知識分子 過去民進黨的選票 都已經徹底的被柯文哲 北科南韓給整個都瓜分掉了 這對民進黨來講 不只是警訊 基本上是已經是病危通知了 接下來就是看說 柯文哲會不會選 柯文哲會不會投入 柯文哲如果投入 國民黨是不是 還能夠維持現在的初選狀況 當然黨主席昨天有講說 吳主席說 全面什麼可能都不排除 不排除就表示可以徵召 但王院長有加碼 這是假議題 因為你一旦啟動了初選以後 哪有初選到一半以後 然後又去徵召另外一個 沒有參加初選 沒有登記初選領表的人 所以這個未來還有得講 只是說當柯文哲 他真的投入這個選舉 而以這樣子的一個民調 而且已經是兩份 接下來可能會有第三份 第五份 國民黨是不是真的必須考慮 派一個讓2020更可以贏的人來選 這就是很嚴峻的問題 我補最後一句就是說 其實這個東西也沒有那麼困難 因為現在對韓國瑜的支持 除了是一種韓流跟喜好跟Fu之外 其實應該說是泛膽的選民 他們太迫切想要重新政黨輪替 因為看媒體也好 看民調也好 就是韓國瑜最強 所以我當然對韓國瑜 就會更加支持 如果說另外的其他的候選 能夠讓國民黨支持者 確信說我也會贏的話 所以重點不在於說只有挺韓國瑜 挺韓國瑜是事實 但挺韓國瑜的基礎是在於 因為2020國民黨以及支持者們 他們非常希望能夠再度重新執政 所以不希望派所謂的二軍 或者是勝選率沒有那麼高的人 他一定要派最高的 以現在來看的話 韓國瑜確實是唯一人選 如果我行為他公也會將一位 如果在努力的日期 如果我去公開的話 就是我最期間要這個 並且看錯視 會嗎 因為我會議 讓你接触一下